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们大家好 这些课我们来学习分和合 好,我们先来放一放 把四个苹果放到两个盘子里 有几种情况呢? 好,我们来分别想一想 第一种情况是不是 在第一个盘子里面放一个 剩下的三个放到第二个盘子里 看我们想的对不对呢? 这是第一种方法 四可以分成一和三 好,我们来看第二种方法 是不是可以每个盘子里都放两个呢? 这回是四可以分成二和二 好,还有一种分法 是不是左边的盘子里可以放三个 这边可以放一个 四还可以分成三和一 好,我们来看看四可以分成几和几呢? 四可以分成一和三 四还可以分成二和二 还有一个 四可以分成三和一 第一 记忆一下 我们下面来涂一涂 看,这里有五个方块 一、二、三、四、五 我们分别把它涂成红、蓝、两色 看有几种分法呢? 我们先涂第一个 涂成蓝色 然后涂出一个红色 两个、三个、四个 所以五可以分成一个蓝色、四个红色 分成一、四 我们接着涂 我们接着涂 可以涂两个蓝色这次 然后三个红色 所以可以分成二和三 好,再来涂 这回可以涂三个蓝色 剩下两个涂成红色 所以可以分成三和二 下面 是不是可以分成四个蓝色了? 然后最后一个涂成红色 所以五还可以分成四和一 你们分对了吗? 好,我们来总结一下 五可以分成一和四 五还可以分成二和三 五还可以分成三和二 五还可以分成四和一 好,第一下五可以分成几和几呢? 好,下面我们来填一下 看 我们把这个空来填一下 第一个数是五 它分了一个四 五可以分成四和几来着? 对,五可以分成四和一 填对了吗? 接着是四 四可以分成几和几来的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可以先填一和三 可以这么分吧? 还可以分成二和二 对不对? 还可以分三和一 填哪一组都可以 但是我们来看 这边是二和一 所以我们就有限制了 这是二和一 那二和一组成起来是谁呢? 对,是三 所以我们用排数法 把二排出去 把一排出去 这里只能填三 所以是四可以分成三和一 对不对? 填对了吗? 自己再想一下小题 下面我们来练一练 看 左边有一个下二维 右边有三个下二维 好,看下一幅图 左边有 一、二、两个下二维 右边有 一、二、两个下二维 所以一共有 一、二、三、四 四个下二维 它们分成了 左边两个 右边两个 好,下一幅图 左边有 左边有 一、二、三 三个下二维 右边有 一个下二维 一共有 一、二、三、四 四个下二维 所以它们把四个下二维 分成了 三和一 好 同学们 这些课 你们学会了吗? 我们就到这里了 再见 再见